8.6 大家安安 8.6 大家安安 8.8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所以呢 我們的黎恩 沒有放假 她要來勞動了 哈哈哈 大家安安安 晚上好 哈囉~~ 大家應該放假吧 對不對 五一勞動節 那我們 久違的日常勞動時間 又來了好不好 那就老樣子 老樣子 紅色驚嘆號我們最後再來 只要是紅色驚嘆號 也都最後再來 然後 學校的話應該我們大部分都會聊啦 就會大部分都會跑跑 跑跑跑 現在BGM我聽講 還有怪怪的 那是擷取卡 剛開始的時候都會這樣 等一下應該 就會好一點了 有上班 上班沒辦法 工作 就還是得工作 學生應該才有機會 其中一部分的屍 鳥籠他們離開了如何呢 採取更強硬的手段 感覺就只是 對他們的警戒更加的 往上升級 李恩想放假 哼 做夢 想問阿 當然想問阿 長期抗戰的準備 加油 唉呀 亂地只有我與你阿 沒問題 沒關係 有點累累的就稍微多休息一下 這個的我們就還是會 直接先聊 因為這種的他在這裡看不到 所以有遇到的話 額外的小劇情的話 這一定就直接先聊了 免得到時候錯過 對 匪劇 其實日本的那個匪劇 我真的完全不太懂 他有點類似就是 詩詞那種感覺 要對仗阿 平平這這平 這這平平這 但我永遠都不太懂這種東西 演習的影像很相似 喔 還在說 沒錯阿 學長 連鼻子也是癢癢的 等一下說不定有可能會戴口罩 ajud 痱癢的鼻子 上驚訝沒有底線 怎麼如果有劇透的話 就一定一定那個囉 不要被劇透喔 不要劇特喔 我自己後來看啦 可是我覺得我也不要再多說些什麼了 就我自己有 對於 對於那個學長以及獵兵王的想法 我自己對他們兩個就覺得是跟米利亞姆跟黑圖有關聯 我自己是這樣去想的 反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就知道 尤其又因為獵兵王他也有那個騎神嘛 然後 看視學長 對那個也有 騎神又來了 然後旁邊還有那顆球體 那都是地精他們那一組的東西 對啊 那黑兔跟米利亞姆 我記得劇情也有說到他跟地精他們也有關聯 所以 我自己的猜測啦 但是我覺得也不用再多說 我們到時候越玩就越知道好不好 讓大家有知道的也都不用劇透 反正慢慢看就會明白了 嗯 這裡都好多 紅色驚嘆號的 下雨天了怎麼辦 好想你 學長 下雨天就會跑出來的 欸對耶 蝸牛 好怕喔 煮蝸牛 不好吧 這好像想到以前 國小國中 有時候那種下雨 對不對 國小國中不是都會有那種花圃 就會有那種 超大隻的 蝸牛出來 小隻就算了 超大隻的 開起來真的 很恐怖欸 嚇死了 很恐怖欸 很恐怖欸 進來 喔呦 私命特博士 有話對我們說 來這裡 喝杯茶 藍色肌影 超強的飛行能力 全方位的雷射 現代的導力技術都無法 同機型或是仿造的機體 嗯 身邊有惠 就對艙沒有興趣了 呵呵 噴射載具 唉唷 誇獎囉 呵呵呵 大幅改善 裝備的速度 各種嘴 喝完 繼續 工作 學長確實死了啦 就學長跟獵兵王 他們都是 就是 確實死亡 而且他還有 親人參加他們的葬禮 對 上一次那個啊 直播 紀錄檔就有人問了 就是 欸 那個宰相不也是死了 可是宰相的死不一樣 因為宰相 他只是被 看到 大家被看到被貫穿 可是他的遺體 他的屍體 其實 沒有人知道在哪裡 這就好像 現實不要說 呵呵 就是有 他那樣子 完全都是一個 密閉的世界 就是沒有人知道 他那個 是不是替身 對不對 你身為 達官顯貴 對不對 有個替身 在所難免吧 對不對 就算真的被 真的是本尊被射到 是不是死 是不是活 其實也很難說 那你沒有一個遺體 對不對 沒有人可以知道 所以宰相 後來活過來 我覺得就很正常 有可能當初跟我們只是家屍而已 可是學長跟獵兵王是 親人真的都有 遺體 對不對 去 下葬 那不一樣 對不對 真的是有遺體 就看到他 倒在那裏七天七耶 呵呵 對啊 那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能 不能說 現實 沒得尷尬 生意 新龍 應該也沒有 新的吧 其實像這種料理還不錯 防禦增加 攻擊增加 可是他缺點就是血加的還不夠多 唉唷 新的帝國司報也有了 那我們 我們 買完的當下 就來看吧 帝國司報 No.5 特別視察 團 回來啦 當初 不對外公布的名單 當地也刮起了 黃女地下的旋風 呵呵呵 尤其是眾人 讚頌的 如同天使般可愛的 愛兒分地下 十七歲的花樣年華 呵呵 呵呵 帝國之至寶 視察各種的交流 安定了 克羅斯貝爾 居民的明星人嗎 還有帝國八大都市的構想 以及我們的新型列車炮 公開亮相 非常的強大 可以在列車上 直接蹦蹦蹦 還可以幹嘛 直接從列車上 對不對 卸載下來 就變成坦克了 等於是可以在列車上跑的坦克 聽起來就很強大 帝國領邦會議召開 然後 然後 利用大陸和亂鐵路來趟大人的旅行 從西從 海都 歐爾迪斯起 各種的旅遊 像台灣就 搭高鐵嘛 就可以 所以 西半邊就可以 環繞了 火車 你 環圈島也不用24小時 對啊 像大陸啊 俄羅斯他們的那個 火車 就真的有那種很高級的 因為你會 可能在火車上 可以搭個 三天兩夜之類的 火車旅行 有 幹嘛不能偷聽歌哦 呵呵呵 全力很好聽哦 自己創作的 一直嘟 不要偷聽女孩子在唸歌啊 要聊一整天啊 絕對沒問題 呃 我們是不是 走回來了 沒有 學校的 每個地方都還是很像 雨聲 我以前很喜歡 就是聽雨聲讀書 就會讓人很寧靜 網路上其實也有啊 就是那種下雨的 YouTube影片啊 或是網站就是你在那裡就是聽到 很自然的雨聲 然後你還可以 它還有各種地方 比方都市的下雨的那種聲音 跟野外的下雨聲音其實也會有一些差距 或是大暴雨啊大雷雨啊 各種的 我覺得就還蠻 蠻趣味的 現代都有現代的手段 讓你宅在家裡 也可以輕鬆聽到下雨聲 太霸氣了 嘿~~ 哎呀~~ 游泳就是要穿這樣啊 好像有在哪裡看過妙節同學 黑銀球體 到底是什麼呢 地精 打造奇神跟精明洞窟的勢力 魔女 目前 都讓我們 超乎想像 對不對 還有地精 想不到還有地精 活動 金鼓 你看結社都有魔女加入了 那結社的科技一直以來都是 比現代的他們的世界還要更高 連博士他們是最頂尖的人 有時候大概誤不透 會不會結社裡面也有 地精的 我覺得應該是絕對會有 快點下 結社的話以前就有提到過 他們有那個 十三工坊 都是裡面 非常非常的強大 感覺就是 地精的 相關的 才有辦法這麼的強 才有辦法這麼的強 好 餐廳 餐廳不是我們現在在這裡嗎 呃 啊對 不是啊他換了衣服 我都忘了我把它換成這樣 那時候跟他聊的時候 我也在跟你們聊 完全都忘記了 好 這裡我們好像也還沒去欸 還是有 好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裡都只有紅色金炭號好不好 我們接下來就來跟紅色金炭號的聊一聊啦 外面下雨 對不對 穿上泳裝 合心合理吧 好 就不用 就不用撐一傘啦 多方便啊